尊敬的貴賓 老師 同學們 助理校長 大家早上好 好 Helous Mind 創辦人 Sean Kuhn 還有吳俊 今天會到 本校來跟同學們舉辦一場 離開順便分享的教育會 也是本校的教育 Helous Mind 如果同學還記得 這邊有Helous Mind 的同學們 上個月9月7號阿翰 在文來基森國際學校 舉辦首屆 Youth Empowerment Conference 使到文來的青少年們過益無窮 包括本校參加的師生們 除此之外 熊文男孩創辦的雜誌 Inspire 擁有了不少的讀者 他也曾經看過很多國家訪問結束的人物 也藉著他的機會影響了許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吳俊是本校的校友 身為曾經教過他的老師我本人 看著他能夠擁有今天的成就 我和母校為他感到驕傲 所以說 一分分云 一分收穫 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但是 命運的好壞呢 要由自己去創造 吳俊能有今天的成就 相信他付出了多少 他所大家學習的反量 是我們仿校的肯定 今天很幸運的能夠跟社會接觸的校友 近距離的接觸和交流 相信在同學們往後的生活中 肯定多益活躲 每個人的成功或許無盡相同 但是 我相信成功需要努力去爭取 今天的成功是昨天的積累 明天的成功依賴同學們今天的努力 成功的確需要一個過程 成功的方法有千百種 學習語言也是其中之一 你學會多一種語言 你就掌握一些本事 就多一分成功 吳俊從小愛華文 國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為他成功的練習了堅實的基礎 同學們 如今你可以看到許多外國人 能在學習華文 甚至能說上一口流利的華語 可以遇見 漢語在未來成為世界的溝通語言之一 尤其是無論任何的行業 你只要掌握著華文 就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我想 若大家想要改變這個命令 首先要改變你自己的學習態度 挫折是強者的經歷 無論你的成績好快 不要輕易地放棄這個學習 請發揮你最大的潛能 沒有播種何來的收穫 沒有辛苦何來的成功 沒有磨練何來的榮耀 沒有挫折何來的威嚇 今天說將以無尊 有一場對話的分享 希望同學們能夠專心的聆聽 認真的學習 將來學以自用 謝謝